那美國經濟當然大家還在看就是這個 FED接下來要怎麼再升息 他不會再升息了 不會再升了嗎 我看不出來他有分析再升的理由 因為第一個 他的通貨膨脹 是已經還是很高 可是沒有惡化 你7% 歐洲說你7%覺得很嚴重啊 你老天爺 你是在說什麼啊 我這邊都是快10%對不對 他覺得7%現在大概 已經從9%降到7%了嘛 所以看起來實在很穩定 要不要把他打壓到6% 5% 可能還在觀察 有時候應該會慢慢降下來 不一定很急 所以你打得太兇的話影響到拜登連任 我看這個也得著模著模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現在就是說 美國的庶民經濟是很慘的 你別看到什麼 軍火高科技 高科技很慘 柴員柴一大堆 那馬斯克沒事幹啊 把那個推特拆那麼多 聽說拆印度人 他跟印度有仇是不是 那這個你看 全面在裁員了嘛 我還沒找不到哪幾個科技公司不裁員的 沒有就大公司都裁啦 現在開始裁到比較中小型了 然後要裁到 非科技業都開始裁了 那你再給我加利息 對不對 那不是找查嗎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 因為裁員的結果會使得美國的經濟疲軟 那因為看疲軟你才會裁員嘛 那因為你存貨多賣不出去你才會裁員嘛 那等到你存貨消化的程度看看搞不好又會增援 那這一波裁的人是高科技都比較高薪水的 所以社會問題不大 但是在庶民經濟方面他從去年到現在都很慘 那他有已經花了很多錢了 阿姆克蘭每一個人給一千二啊 大概去年都花完了 今年不要發 共和黨不發 那你就沒責啦 你那前段時間說補貼那個 學費的好像現在出了一點問題了 說法院不同意 美國我在搞不懂法院管這個事情幹什麼 有時候法官很雞婆 然後那不管你 這設計叫共和黨民主黨兩邊的一個立場的一個吵架 但你一吵了結果就很現實的問題 阿姨就到處拜託 舉債上限提高啊 那中國拜託你不要再賣 上次在集團體找易剛談 所以拜託不要賣 你記不記得很多人都講說不要談什麼 我就去判斷將來不要賣 不要賣沒債了 沒債了 對不對 那易剛快下台那老的管你啊 那現在換人上來啊 所以他只要跑去跟那個誰跟劉鶴講說 我先拜託你跟習近平講一下不要賣沒債好不好 我的主張是 大陸硬起來繼續賣 對啊 那日本不要賣啊 日本當然聽話啦 日本跟 岸田文雄膽子跟小的不得了 他現在集團體要瘋瘋光光 要來主張說 日本 今年主宰世界 有時候暗年文雄馬會吹牛 蠻會做夢的 蠻會做夢 那你 G7就主宰世界 人家去年這個印尼喔 集團體不是主宰宇宙 不過如果不再升息的話 就非不再升息的話 那美元的走勢基本上會繼續 往下 往下走嗎 會回檔一下也不用想太多 因為美元畢竟是全世界的一個 一個所有 安全度比較高的 資本自由度比較高的 除了對俄羅斯人 例外以外 那 蘇地阿拉伯會覺得我哪一天會不會變這樣子 中國會覺得我哪一天會不會變這樣子 所以大家都等著準備開流 開始在搞什麼 多元中心 再講一次 大陸 你的2000噸黃金不夠啦 你至少到6000噸繼續買 賣美再買黃金 可是黃金就是會保值 黃金不會有獲利 你也不想要黃金會漲很多 會漲但是不可能像股票這樣漲法 所以你沒有那種短線操作的空間 可是你是個國家 你不是企業 你不能把中國人民銀行當作 中國銀行來經營好不好 中國炒股銀行 不可以不可以 你一定要囤積 好好聽喔 這個蔡真博士的話 大陸 人民銀行 一定要把黃金 因為 貨幣用的 央行用的黃金跟我們那個銀樓買的不一樣 你不也是一樣喔 那個橙色 性質 還有鑄造方法完全不同 有更高的規格 所以要有時候短期間買那麼多也不太容易喔 市場沒那麼多貨嘛 那去年他已經全世界央行買最多了嘛 繼續買 6000噸 要做黃金 準備大鍋 第二個 核主器太少 花點錢做核主器 你現在還要300個嘛 1600 當然有人說 蔡兄 你怎麼整天在叫賣核主器 核主器不是要你用 俄羅斯今天要是沒有核主器 他早就變成在看扁了 所以是廣激糧的一部分 廣激糧的一部分嘛 中國又不是不會做核主器 要越做越好 越做越小 你現在有500顆 有5000顆也沒有太大差別 1600就好了 1600就好了 就夠了 這是第二個 那糧食 石油礦產都在囤積當中嘛 那中國的農業養活14億應該 很勉強夠啦 所以不用去擔心這個 但是 消費所帶動的 成長以及東南亞 東南亞是全世界唯一 政治風險比較低的國家 你能夠了不起一下那個 緬甸泰國 發動那種要死不活的政變 看起來是很嚴重 其實在我眼光裡面 跟那個什麼 跟那個 中南美洲的那種政變 那個簡直是 有點鄰居吵架了 都沒什麼大事情 就換了政府了 所以他的政治穩定度 從這個角度來看 還算OK 對經濟影響衝擊不會那麼大 那所以東南亞國家今年經濟成長會比中國高 還比中國高 還比中國高 因為他基數比較低 第一個 基數比較低 當然越南現在比較辛苦一點 越南 以人為不章 越南弄一道的草星子就不能怪人 所以這個 但是今年會修復 所以他會繼續往上走 往上走 那菲律賓 小馬格斯很懂得做人 對不對 中國也懂得 懂得回報 那 剩下馬來西亞 泰國 緬甸 文藍你不用管 最近辦婚禮辦那麼盛大 對不對 他有錢的不得了 沖洗沖洗 對啊 所以 今年的經濟是 普遍是 溫和中 看到好徵效 兔子來了嘛 兔子來了 兔藥跳跳跳 對啊 蹦蹦蹦就跳來了 期待迎接明年的農年 對不對 兔子跳完就是農年 我剛講到 美國的這一個經濟啊 就是說庶民經濟 會很不理想 另外一個大家看到的警訊 華爾街說可能會有2011年以來最危險的債務 違約的 可能性 會有這個事情發生嗎 美國公債不會啦 那美國的大企業債也不會 但是美國向來就有垃圾債的傳統 所以偶爾 爆幾個地雷是很正常的 我記得從我在華爾街服務的就 那個麥克爾米爾可能就爆過一次啦 後來好像陸陸續爆了很多 因為那種垃圾債券 就當然就相當於三級貸款 就是風險很大的貸款 利息很高 我的利息甚至十幾% 二十幾%都有 但怎麼說呢 反正這個是 This is United States 所以不會有這個傷金動股的 不會 大的債券委約 不會 包括你看 所以華爾街起人憂天 因為華爾街爆了一堆垃圾債券 他當然要起人憂天啊 他擔心是他自己的 對華爾街來講垃圾債券的獲利率最高 高風險高報酬 像我在以前服務 我負責政府公債的買賣 我那服務的對象叫Solomon Brother 你們幾番就知道了 現在已經併到華爾街 你們去了 Solomon Brother 他當時是美國五大公債的 標售商 他們叫Primal Dealer 就是 主要來有權力標政府公債的 每天都算計 聯邦政府搞什麼 那 這種政府公債的教育商 他對風險的敏感度會比別人高很多 那我告訴大家的意思就是說 他要擔心的是那些垃圾政府 有人專門做那個 做垃圾債券 有很多 好像都倒光了 現在又起來了 這種永遠會倒 永遠會起來 因為什麼 有垃圾總而有人倒 所以我是覺得他們擔心這個有道理 但是垃圾債券要傷金動股 比較倒楣的是那些什麼汽車貸款商 或者這種中小型的房地產貸款商會比較辛苦一點 所以不會直接的影響到 整個經濟 各個方面的問題 那美股這個上個禮拜 就這個月看起來也是漲了不少 那所以你接下來怎麼看 接下來這一年 溫和 也是溫和上漲 也是溫和上漲 那台灣股市 溫和中 帶平穩 就意思在 溫和中平穩 意思說溫和 不上漲 溫和 很難上漲很多 很難上漲很多 對很上漲很多 因為我們台灣 比如說我們的半導體 我們的科技也有 有一大塊是 剛好這一波 它囤積太多的那個PC那一部分 庫存 我們庫存也不少 我們的客戶庫存也很多 唉我喘一口氣 因為去年大家覺得 這個遠距教學 什麼通訊 商機大爆發 就覺得很好 就囤了一大堆 那現在怎麼辦 那還好台灣 可以靠什麼 iPhone 14 iPhone 15 還可以混點飯吃 這一點有個好處 就是什麼大力光 浴金光 手機的這個消費也是往下 沒有iPhone很好啊 總體手機消費狀況不好 iPhone繼續好 那沒辦法 因為iPhone有個特點 很多隔幾年 國粉就會換雞 那換雞的舊雞就賣到什麼 非洲啊 東南亞第三世界 拉丁美洲去了 新雞 你每次去 他都用跟你收舊雞 換新雞 鼓勵你換新嘛 所以他有這個機制 然後他換了舊雞就賣到第三世界的國家裡面去 中國大陸市場也很大 所以中國大陸每次換新機 新機草為什麼那麼熱烈 所以 Apple繼續賺錢 不過因為他其他舊雞賣得不好 所以他在裁員當中 裁的都是那一部分 那台灣賺新機的錢應該還可以撐一段時間 還可以撐一段時間